各位亲爱的朋友午安 欢迎大家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丽临国家图书馆 参加今天的讲座 那今天的讲座呢是国图秋季阅读讲座的第四场 我们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张永棠老师 来为我们谈谈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跟数数学的关系 那张老师呢是台大历史博士 那老师的专长是中国思想史 名史中西学术交流史还有方语制研究 那尤其是以中国数数史跟方语制研究的享誉学界 那老师呢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 成功大学还有清华大学 那曾经担任清华历史所的所长 那也曾经受邀在美国耶鲁大学 以及东京大学担任访问学人讲座教授 那老师著作等身 最有名的是以方语制为主题展开的一系列研究 那尤其是一套黄黄巨著是数数一文论从 那这一套论从总共有十二本 从先秦到民国 搜集了中国历代文人对数数的诗文跟相关的史料研究 呈现中国读书人与数数的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老师也很长的一段时间 投注在台湾地方史的研究上面 长期与地方的政府来着手培育史料搜集 以及历史调查的种子教师 也出版了一些的方誌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也非常荣幸 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邀请 来给我们谈谈中国古代的读书人 如何用数数来观察历史体验人生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张永棠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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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不好辦 聽的人不太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還是很有希望 週末大家來這裡聽演講 人家都說台灣怎麼樣 台灣像這樣很好 我這個很感動的 今天我講這個題目 叫世人與素素 剛剛這個小姐講了很多我的研究 我一生研究變化很多 但是每一個變化都沒什麼成就 但是也沒辦法這也是命 命中變動大 每一個變動成就不高 我不曉得這個這麼想 我為什麼會研究這個素素 我本來研究思想史 思想文化史 我就想中國人 這個算命研究這個素素很多 為什麼我們在學術裡面 研究思想史文化史不研究這個 大家都認為這個是迷信 你研究這個不入 不入流 但是啊 我就說歷史 只要人類過去的事都可以研究 這個也是過去的事啊 也是留下很多史料啊 為什麼不能研究 我研究它 所以我研究中國素素史 第二個呢 大家都說素素是迷信 我想在座各位有300個迷信 我想在座各位有300個迷信的人 今天來講迷信 這個對大家是很奇怪的嘛 你覺得怎麼會把這個當作迷信 可是武士運動以來啊 我們都說 算命素素看風水是迷信 我就想研究一下是不是迷信 欸 那我看了書以後發現啊 中國啊 欸 相信素素的人啊 絕對不是現在說 漁夫漁夫啦 欸 上至皇帝 中間到所有讀書人 到老百姓都相信這個東西啦 奇怪的 怎麼這樣一個事實 怎麼大家說他是迷信呢 其實啊 我們所知道的知識啊 很多都是人家這樣說 我們就這樣信 我們也沒有去研究 就跟著人家說 自己很想去算算命 欸 要想學 可是又偷偷學 怕人家說迷信 如果你學你太太罵你啊 你每天搞這個幹什麼 你說我在救天人之際 他說救你的鬼啦 救什麼天人之際 每天不去賺錢的 算那些 有了沒有 你算了就會有錢啦 很多就批評你啦 我告訴你啊 這 社會常常這樣 其實啊 我說很多 大官貴人啊 很耐算啊 偷偷的算 不可以讓人家知道 欸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大家 大家對這個學問 批評不好嘛 啊你又需要嘛 這是人類非常矛盾的心理啦 所以一種學問我們要研究清楚 社會才有正常的想法 對一個學問才有正確的態度 我想這個是建立我們人生觀人重要的 所以我要把這個素素啊 我是研究歷史的 我叫做中國素素史 我把素素當作一門鑽石 來研究 我在台灣恐怕我會最大膽心 第一個在大學裡面 推出這個叫中國素素史 這樣一門課 可是因為我要建構他 我要研究他 我怎麼做啊 我就清理中國的素素史料 我要研究中國有多少人在這邊 這種素素家跟人家算命 有多少皇帝算命 就是研究素素 有多少讀書人算命 老百姓怎麼看 從幾個側面去看他 我蒐集很多史料 所以我這裡面有一個專題 就叫做 世人與素素 當然有皇帝與素素 還有筆記與素素 我做了一系列 還有中國的有名的算命家 包括劉伯溫很多啊 這個李淳峰啊 他們都有很好的傳記的 郭普啦 收集了三四千人啊 那個傳記從證實裡面 跟地方字裡面來做這個事情 總而言之呢 就是那個叫《中國素素家列傳》 我有很多這些書啊 第一部就推出剛剛那個介紹的人說 我有一個叫《素素義文論寵》 不知道在哪裡 在這個 我也不太會弄這個 《素素義文論寵》 我必須今天很感謝 這是誰出版的 《新聞風》 我要介紹一個《新聞風老闆》 高先生你在不在 請站起來給大家拍手 這個是高老闆 小高老闆 他爸爸今年八十五六歲 他跟我見面 二十幾年前見面 一見如故 他就幫我出版 我心裡想說 我要出六七套 你出這個麻煩 虧本 出這套有十二本 我這個話怎麼來了 這個就是從《世庫全書》裡面的所有的集部 的文集啊 裡面 他們談到數數的 詩文 論文 把它收集在一起啊 我那個集部差不多要翻了兩次 把它找出來 然後再把它整理出來 這個高老闆願意幫我出版 這出第一套 我還有一套筆記小說 差不多比這個十五本的樣子更多 還沒有出版 因為這套書 我要出版我很高興 可是我也怕那個書商賣不出去 也等於害人家不好 所以要謹慎小心 但是這套書我敢說 是從先情 你看目錄就有一本 有先情 你看我特別要 給他弄十二冊 第四冊都忘了放進去 一直到民國 清代民國 你想想看從這個目錄 我今天講的題目 是裡面收集了四個人講出來的 剛剛有一個客人跟我說 聽眾說 怎麼沒有講孔子公 孔子 孔子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我有寫的 可是今天兩個小時 我不能講這麼多人 這裡面很多人 你們如果去新聞風翻翻這套書的話 裡面選擇任何一個人 你都可以寫一篇論文 大概 有的寫不出來太少了 但大部分可以 文天祥就是裡面一個 我今天講文天祥 你們也覺得奇怪 但是我現在 導論不能講太多 現在 現在 我一畫甲子打開的話 講不完 等會只有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講了十分鐘 我在講這個 我在講這個 是在講一個開場白 可是開場白可以講兩個小時 你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老師 講名詞 講一學期 朱元昌還在做和尚 但是我也可以講兩個小時 還沒有進入狀況 我跟我老師學期 他這樣幹得 幹到退休啊 沒有事啊 所以這個 但是今天不可以這樣 我說我這裡面 我還是照這個講 比較不會離譜 我剛剛講的是說 素素這種東西啊 五四運動以來說 他是迷信 你不要聽他講 像我學歷史喔 人家說學歷史沒有用 我以前大學一直想轉系 你知道 我的寢室裡面有八個同學 不同的科系啊 每天都有同學 拿一個單子說 你來轉系啦 有土木系說 轉到土木系 有森林系 叫我轉森林系 我們台大 除了醫學院不可以轉 其他系大概 你要 要轉 如果有缺你都可以進去 每天都有人叫我轉 我也沒有 我也想了很久 那一年根本沒有讀書 都在想要轉系啊 最後沒有轉啊 這也是命啊 有時候命中注定 你也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讀了就是 人家說你會餓死 我心裡想 餓死裡面喔 那相學裡面說 有餓死的相 那個就是 文理入口會餓死掉啦 但是看相沒有啦 但是沒有18%也不會餓死啦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就是人生你知道嗎 我們要這個 歷史也是常常被人家污名化說 歷史不好 歷史不是不好 歷史本身沒有不好 是社會價值觀感 所以它不好 素素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認真研究這個東西 其實我還在講一點呢 還是可以時時開場白 我在這二十年我提倡一件事情 我說這個素素 在做租軍我可以告訴你 水準很高 他有退休老師什麼 學子很多 但是裡面一定有一部分 是高手 素素高手 來聽聽這個 來踢館 沒關係啊 我來了不是要什麼開館 我只是 跟你們研究研究而已嘛 我不會就不會 不會我剛剛跟主持人講說叫他回答 所以有問題等會大家提出來 沒有關係 我倡導什麼 我說學術必須跟素素結合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這樣 我研究歷史啊 素素史的時候 歷史上素素跟學術都一直都互相排斥 看相的算命的 就覺得學者不懂得素素 可是那個素素的就是說 說學者你不會算命 兩個互相排斥 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 在做諸君也有很多人看不起我 所以你是學者你懂得算命嗎 齊文遁甲你會嗎 太宜你會嗎 六輪你會嗎 看風水你會看嗎 那個很細的很多事情 我越來越了解我不一定懂 你等會不要問我這個太深 但是我大體都了解就這樣 但是深入我不知道 深入怎麼樣 要跟素界結合 所以我今天告訴各位 素界跟學界必須結合 否則素素史也不好研究 你不懂得素素怎麼研究素素 請問你不懂得醫學怎麼研究醫學史 我問你 你不懂得數學怎麼研究數學史 可是你如果只懂得數學 你也不會研究數學史 為什麼 歷史你不懂 素素也一樣 所以大家要敞開心胸 今天大家 來這裡 就是要 這樣 互相學習 也希望這樣 有這個 態度 所以我這個 前面的話 我講的是 第一個引連其實跟這個無關 你看 引連是這樣 素素是哲學是科學是迷信 剛剛講的 人家說他迷信 迷信其實不是一門學問 是你 你亂信 你迷而信他就是迷信 是你不是他 你也會迷信一個女生 對不對 那女生沒有什麼錯啊 是你自己迷來迷去 你要迷到亂七八糟 那叫迷信 對不對 我想這是一個重要定義 你不迷 宇宙不迷 你要迷 隨便一個女生就把你迷倒了 素素也一樣 哲學還是科學 他是哲學又是科學 我簡單說 素素 是 一種 伎量的一種人生哲學 伎量的 素素是可以算的 是要算那個數的 什麼叫 所以他是一個 他在某一些地方 他是很精確要計算的 在座租金很多會算的就知道 你根據你出生的年月日子 推算你一生的興衰發展 到什麼時候你棄絕你死掉 這算命 要推算的 當然是有一點科學在裡面嘛 要講這個宇宙的這個 自然的變化 星球的變化 當然是 我等會兒會再講 是哲學 他研究到通的時候是 通天人之際 當然是一個哲學 所以你不要這樣分啦 科學哲也是現在的人分 所以 我們民國來說 他是玄學 是民進 所以我就要跟你講 我這個叫做 科學命理 科學命理就沒有哲學 你為了要肯定他 結果又失去一半 就不對 不講這麼多 總而言之 科學哲學 不要這樣分 數數是兩樣都有 當然也是迷信 你亂信就迷信 怎麼一下就結語不對 這個寫錯了 好了 那就寫錯 不是啦 是小道還是大道 拋奔的做 做沒關係 人家說 我如果說 你 你是哲學系的 你是不是研究算命 易經 這人就亂來 我哲學系是 研究這個大道 你怎麼講這樣 他誘惑我 其實你哲學系 中國哲學系 要研究易經 易經很重要 可是易經 到底是大道還小道的 他又是大道又是小道 所以大道小道也不要這樣分 可是呢 這個問題 在孔子時代就產生困擾 有大道小道之分 指下說 雖小道必有可觀 指下 他肯定小道 孔子的學生裡面就有議論 有人愛算命 有人愛講道理 就同學們互相爭論 你研究要研究大道 怎麼研究小道 是這個問題 其實喔 你知道嗎 我們中國其實 大道會變 不是啦 應該這樣講 道都是道啦 你看 小小的文化 他假如經到極點 就變成道 小道也可以變大道 大道通小道 我等於會講這個東西啦 就是說 其實你好 說宋明理學是大道 但是呢 算命是小道 可是朱熙啊 是研究宋明理學大家 他 非常精於素數的理論 小道也有可觀 小道通大道 小道通大道 所以大家腦筋裡面 太多區分 其實影響我們認識學問 這個從剛剛講下來 都是在講這一套 這個問題 好 我現在講 進入重點 素數與學術 我剛剛講過啦 就是要合作啦 所以我就 其實素數 素數學跟素數史 這三個概念 什麼叫素 什麼叫素素 素素 很簡單啦 我以前說 素素就是素素 素素是什麼素素 不是 他剛剛 素素這兩個字 倒過來也可以 素素這兩個字 你沒有一個那個 紅色的這樣 這樣我手沒那麼直啦 用手指越 素素倒過來也是一樣通的 那什麼意思啦 用某些技術來 這個 按這個 用這個倒過來也可以 用某些技術來算這個數 數是什麼 器數 人的器數 國家器數 家庭器數 用某些技術來算這個數 這講數的目的 但是用某些 就是要求某些數的一種 技術 倒過來是數數 所以都通的啦 看你怎麼講 總而言之數數在求這個 這個數 也是數學 但是不只是數學 是器數 中國人認為宇宙是器 器是有流通有變化的 是一種數的關係啦 要求這個數你就知道這個到 這是很有趣的學問 所以數數 數數 那這個數數 這個方法有多少 很多啦 等會我們第二節就要講 現在我們就知道各種算命風水信仰 剛剛那個數數 神機裡面堪語了 都是這個 那數數學 這個東西不只是一個技術 它其實是一套學問 因為什麼 它有這個道在裡面 它是一套學術 有哲學有科學的背景 在裡面 一套理論它不是只有技術 其實技術到最後是通神 這個莊子老早說過的 你如果不會學的人 他只停在技術 他就不能夠通神 那這個呢 這套學問是一個 從自古到現在變成歷史 叫數數史 好趕快講下去 不然20分 那邊有個表 我下好再看 那什麼是數數 我這裡有一節 我還沒講到 那四個偉人 等會再講 數數怎麼分類跟簡識啊 數數的分類你看 漢書義文字漢代 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叫數 七列裡面有數數列 六義諸子這個 六義就是孔子的佑經 諸子百家底下 詩文兵 數數列跟放棄列 漢代把全國的讀書 分成是七列 七列裡面你看 有一個叫數數列 數數列分成天文力譜五行 是歸 是歸 雜戰 刑法 又分成這幾類 請問喔 漢朝的人 中國 中國 圖書 譬如我們這個圖書館 把全國圖書分成這七列 七列裡面有一類叫做數數列 你看它有多重要 七大類裡面有一類 可見漢朝人非常重視這個東西 兩漢四百年重視 它把先行以來的重要的數數數全部收集在一起 就叫數數列 數數列研究什麼你看 這個簡單講天文 它要講究天文 要研究天 所以剛剛講等我還要講 通天人之際的天 你看二十八星宿 星數 這有人讀秀啦 其實就數就可以 二十八數 五星日月 以祭吉凶之相 這是聖王所以參政 聖王要為政必須懂天文 這個數數裡面有天文 天文這麼重要 是聖王要做的 蔡英文要了解啦 要知道天文它是有吉凶的 不是每天乾太陽月亮 究竟這樣走有什麼吉凶 國家的運要走到哪裡你要知道的 吉凶兩個字 我們每天乾太陽出來 我們沒有吉凶的概念 可是那天有吉凶的話 北韓不肥蛋 這個就是什麼 要觀吉凶 這個很重要 吉是素素 天文是科學 是素素 科學跟素素是結合在一起的 你要細讀這個書 你看 立譜是什麼 從這個歸納成這個 我們現在農民立 立書每年要編 是立書幹什麼 事實之位 敘事實 春夏秋冬怎麼發展 哪一天是八個節日 要注意 才能播種 才能做什麼做什麼 這個要根據這個做這個 分制嘛 幾支節八個節 日月五星之神 等於考寒俗身上 聖王必正立術 必定三同浮射之志 衣服顏色都要變化 探知五星略色等等等等 此聖人之命之術 聖人之命要懂這個 要每天翻立書 你們在做租軍 你們在做租軍 只有每天看風水 選那個日子的人才 才拿那個什麼 才拿立書在那翻 我們現在的人大部分都不會被二十四節氣 因為我們跟傳統離開太遠 我們只看哪天一立一休 那個一立一休跟這個無關 但是我們要感覺什麼樣子 哪天怎樣 要配合 這個不能講太多 這個叫知命 你命要這樣知 要看我名利 你說我看我名利 我拿那本人家的笑話 你在幹什麼你 往下你看 五行則五常之行器 五行 往下 沒關係 五行 五行就算了吧 金木水火土 五行是一類 五行心 我跟你講 氣分陰陽大家都知道 陰陽在分五行 這是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呢 數數基本理論根據這個 五行生克 那不然你八字排出來對不對 一定這樣幹嘛 八字一排出來 看天干地支的陰陽五行 然後看強弱生克 就是這個來看 那個五行啊 五行對中國的五字是變化很大的 所有都是五啦 我們站在這邊 東南西北傢伙就五啊 這是很簡單的 我兩個手這樣就是兩儀 我這個腳這樣就變四象 我再動下來就八卦了 啊我不動就太急了 你一生就是這個東西 你也不要想得那麼複雜 就那麼簡單 但是呢 越簡單的東西變化越無窮 我常常講說中國文化簡單 兩隻筷子吃遍世界 那就陰陽 這兩隻筷子夾來夾去 整桌就吃光了 也不要什麼那麼多什麼 餐盤什麼西洋人 不是搞得那麼複雜 我們兩隻筷子 你看這個就陰陽啊 素素啊 再配合五行那可就更複雜了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 噢四龜對不對 對對對沒錯 四龜的聖人之所用 剛剛講四龜什麼四啊 四是周易啦 四朝啦 龜是龜部啦 牛甲部是商朝啦 他這一部分在講商朝的甲骨 甲骨部 跟那個那個好 大家都知道 雜瞻 這個各種瞻 裡面瞻夢 很多 人人都做夢 但是夢有極凶 中國歷史上很多偉人 常常很多偉大的夢 我們也很多夢 可是晚上如果亂夢 那是看中醫的 那是氣虛 但是你要很寧靜的睡的話 他有好夢 有欲感的夢 欲知己凶的夢 一生幾個的話 不得了 可是如果是剛剛亂夢 要注意 這雜丹你看 以前啦 所以人類很早就會做夢 聽說那個動物都會做夢 還在笑啦 我聽說 我沒有觀察 行法則就是什麼 風水 堪雨啦 大局九宗之士 一律成鍋 行人就是我們人 還有六處的古法 看貓看狗看牛 看這隻牛好不好 這隻馬會不會跑 這豬會不會生小 你生馬一隻母豬 人家生二十隻 你生兩隻 不能賺錢 這不好 那你要怎麼看 看他好不好 這專門學問 同樣買馬 人家跑得快 你跑得慢 這個古人很重視 現在我們六處不會看 以前古人會看 看牛的牙齒看什麼 你問問前輩 現在都不會嘛 亂買 我亂按 按錯了 我不太會按 我亂按 閒著無聊 你你你 怎麼還前面沒講完 你看這個很注意喔 求其生氣 貴賤其雄 講話的聲音 聲肉紅中的人 還有什麼 有時候這個人打電話 你看這個女孩子很不錯 聲音很好聽 不是那個嗲的那不好 有各種聲音要判斷 這隻馬跑出去玩 那隻馬會死喔 馬蹄真的很怪 這個就是氣啊 你血字聲音漾漾 那個富山坍坍的兒子 書法說 這小孩子不會長壽 氣不好 血氣不好 素自然也 他說灰有鬼神 這個是素 在前面 素自然也 這就是素啦 素素的素 自然而然的素 所以這個這樣你們要知道嗎 這個素素建立在一個東西上 宇宙是有一種自然的素 你要把握這個素 你就了解宇宙的道 素 好 講完了 好 那就忘了 好 素 自然也 所以你啊 這個為什麼福西這樣講 陽光浮察 我們要學素素 你要多觀察自然 多觀察人 你不會看人 你在火車站 看人來人 在飛機場看人來人 你看這個人做什麼 這個人怎樣 這個小姐怎樣 那個人 你看那個是走私的 販毒的 假如你看得出來 也不要那隻狗跑來跑去 就是把你看不出來啊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你對宇宙要陽光浮察 盡察出急 看遠看 這個宇宙是一體的 素素裡面有一種 宇宙是一體的 萬物一體啦 是有氣的 是有素的 你要觀察這個節律 這個變化的時候 你就自然而然 因為有一些事 我們是知道的 可是你要進一步觀察 才知道過程 做做福西 為什麼那幾句話很重要 你都不陽光不腐察 每天看書其實不行 看書有時候素素的書 看書是史讀書 別人用書來告訴你 可是你沒有接近自然不行啊 你看看魚也是要去大自然跑嘛 不然水怎麼跑 這個有山壁有谷有谷有水 水一定要怎麼出去 他一定的嘛 你看書畫來畫去這樣畫 畫畫來畫你看了也沒用 我看很多植物的書 看出去以後哪一棵植物我都不認識 一樣的道理嘛 盡信書不如書也要觀察大自然 OK講完了 你看這個剛剛講這些素素分類 有這幾類以後變成二十幾類 我們現在通常用的就那幾類 我這個詳細我就不說 我有文章把它分析整個過程 你看 但是這個數量多少 不對 剛剛那個 剛剛幾卷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幾卷你知道 你看這麼多卷 素素的我給他知道了 史記有130卷 52萬6500都自 但是這個這個數數這幾列有多少卷 有2528卷 等於19套史記 當時著名的書有這麼多 數數書 你史記讀完沒有 如果讀完的話就再讀這個 這個有19倍之多 書有多少 很多 所以呢 漢草是素素非常發達 好我們講完了 這個是要告訴素素是什麼 再往下講 這個素素簡識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上次講的素素的專實 我要工作的重點就是這個 素素怎麼自古以來到現在 我相信只要有人類歷史 中國的素素仍然繼續發展 因為從歷史看來是這樣 啊我現在不講太多 這個是啊 我講素素 你們覺得最早開始是什麼 什麼你看 我說 我只講這一句就好了 我講簡單的 我光這一句可以講一個小時 但是我講差不多五分鐘就好了 福西大家都知道 剛剛我們一進來就有一個老頭 他說我只看這本 一經 一經 福西畫一畫就會說這個就一 開天閉地畫一畫 這一畫不得了啦 鬼哭神好 有一畫就有三畫 就有六畫 下去這個六畫就 好 現在不講那麼多 但是 開始於商朝人 我說奇怪了 商朝人有甲骨布對不對 大家知道嗎 甲骨文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甲骨文是二十劑很大的發現 地下發掘出來的甲骨 甲骨文是龜甲跟牛骨 甲骨的東西的上面刻有文字 請問這是幹什麼 這是中國第一個信使時代的時候 用龜甲牛骨做占卜 占卜 然後把占卜的結果寫在上面 這個有一個過程 現在秋天就是收集龜的時候 各個諸侯的貢獻龜 來 以後把那龜殼拿來整理收起來 變成像一張紙一樣存在那個 那個 倉庫裡面 然後拿出來 鑽洞 然後用火爆 然後給它砰 叫做布 打開以後 看它那個紋路上下左右 這樣怎麼發展 然後來看吉凶厄斧 商朝人發明這樣 他們在哪個地方做 你說這龜的 他在那個他們的 宗廟裡面做 他們相信鬼 商上鬼對不對 商朝是上鬼的民族 所以他就覺得祖先會告訴我這樣 我要專動他會告訴我吉凶 我問他事情就這樣做 然後有專門的人來解讀這個 這個紋路 然後就判斷 我們這次問的事情的吉凶 然後就用磕打把它磕在上面 好磕了以後 放到檔案室裡面 過年年底來看看我們做的事有沒有那個 應驗 這樣累積出現在十幾萬片的甲骨片 你看 數數十 中國人商朝 是國家大事 商朝中央政府很多官僚做這個事 形成這麼多的文信資料在那邊 這是一點 可見這是政府的一個制度 古代政府相信鬼神的時候 用占卜來問朝廷的吉凶 我們現在是靠立法院委員在那邊跟我們決定 我們也不能在總統府弄一個這樣來弄 這個怪怪的不行 可是如果祖先有靈也可以參考 可是我不能建議這樣的事情 說怪力萬神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文化影響很大為什麼 我只講一個例子 你們知道商朝最後的皇帝是咒王對不對 咒王為什麼滅亡你知道嗎 跟這個有關係 咒王 商朝最後世的末期 兩百多年 這個是根據甲骨文的資料研究的結果 是什麼 這個有產生一種對於祖先 剛剛講祖先 要尊重他們到什麼程度的這樣的 兩種不同看法 一種是說我們事情要問祖先 一種是說不要樣樣問祖先 你一直拔杯 你拔杯就不一定準一拔杯幹什麼 問自己啦 不要問祖先 就有兩派 前面那個就是一種 叫做保守派 後面那一派也叫做革新派 革新派就是說 不要什麼事就問神 問自己 其實是個人自覺的一種產生 但是呢 這樣兩種看法的人就變成政治鬥爭 會這樣變成政治鬥爭 請問 咒王是哪一派 咒王是革新派 剛剛同學講 革新派 所以你知道嗎 他的罪狀是什麼 叫 不敬鬼神 慢於鬼神 奇怪了 他太慢 鬼神要快一點啦 就是要 不要慢吞吞 要拜拜 他說不敬老臣 老臣是誰 是保守派 老臣就是尊重祖先的 這些年輕人不要 所以他的罪狀 不敬老臣 慢於鬼神 還有一個罪狀 聽婦人之言 打擊啦 打擊也是革新派 所以大家都罵他不好 其實他思想恐怕 照推論 他是革新派的人 他才聽他嘛 不然就 不要聽了 這樣 他就 你知道嗎 商朝魅王 是周朝人 跟裡面的老臣結合起來 倒戈把他打敗的 你知道嗎 作王 作王 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我今天不能講他 但是我只告訴你說 素素 對於素素的不同態度 是商朝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後導致於商朝魅王 裡面的原因之一 周朝人 有沒有繼承商朝人 有 繼承紅犯 姬子這個紅犯 不是武王訪問他嗎 他說 第七點說 你要 繼承商朝的這個 府市 所以 在商周之際 這個是很重要 周朝人發明一個新的東西 叫周易對不對 就是現在講這個 周易就是商朝人 為什麼我們叫周易 其實也有下易 也有商易 也有周易 他說我們周朝人 素素的文化 最得益的東西是什麼 周易 這是我們文王 文王坐牢的時候 文王坐牢的時候 這個這個這個 文王坐牢的時候 發明裡面坐得住的 在裡面坐住 這是我們文化 簡易 你們那個 普世那個太麻煩 你們那個規部 很麻煩 這個什麼 五十根聖草 一翻兩頓年 一算來算去就有七八九六 對不對 就 就弄出來陰陽窯了 這很方便的 雖然很方便 比我們銅盤還不方便 我們銅盤丟下去更快 籌籤更快 籌籤更快 這就是這個東西 周易 是商朝人化 所以他變成五經六經裡面的第一 對不對 就是 周易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叫做剛剛那普世 所以我可以說 你看我現在講周朝 周朝人那個周易 其實貴族學裡面就是這個普世很重要 然後下流民間 朱子百家也搞這個 其實春秋戰國 素素很發達 我在講另外 我這不能講 秦始皇 我跟你講 秦始皇非常重視素素 你們都知道他粉書坑儒對不對 但是他粉書沒有粉什麼 要普世 他怎麼不粉普世 普世他怎麼會那麼重要 他不粉 我可以告訴你兩點就好了 我不能講太多 因為普世 不是 這個 秦始皇 秦始皇 你要知道我這邊寫長安內 你們坐飛機從鹹陽機場下來的時候 一直那邊就是鹹陽機場 就本來的鹹陽 現在都燒掉了 以前被人家燒掉 那就 鹹陽機場 不是 鹹陽城 是很重要的 它根據天文做的 那個衛水 十月的時候 衛水 因為往南要到長安是衛水 衛水是跟這個天 銀河啦 十月的時候 所以他用十月做稅守 是因為這個關係嘛 這就是他裡面的這個 中央政府說的是 皇宮 是跟天上的 所以天上的名字嘛 天上有紫薇嘛 他要對稱的 鹹陽城是要跟上面對稱的 我作為一國之君 就是天上的 唯我獨村 我是天子嘛 這概念很重要 鹹陽城就是這樣的一個 陽宅節奏 陰宅呢 你們現在只能看到那個啦 對不對 兵馬俑啦 你因為西安利者走下去的話 兵馬俑啦 秦皇嶺不敢發覺 但是根據實際的研究 裡面的話 它是天文地理的一個東西 好 這個就不多講 你看 陰宅 秦皇嶺現在不敢發覺 怕壞掉了 裡面一定是陰宅節奏啦 我再告訴你喔 這個東西啊 這個都是 以延續到後來 中國帝王沒有不重視這個東西 北京城 帝王陵 這個是幾千年文化 你們都知道 秦朝重視法家對不對 為什麼 他是水德 在五行裡面 五德裡面 他是水德 因為他打敗周朝嘛 周朝是什麼 火啦 火德又我把你打敗了 不是散讓啊 散讓要生啊 打要克啦 我打敗你水克火嘛 我水德我穿黑色的 你秦始皇就穿黑色的 然後要怎麼樣 水是平的公平的 要執法 要嚴格嚴苛公平 所以他數上六 等等他有一套制度啦 所以這個是什麼 你要了解秦朝 為什麼這樣你不要用 漢朝的儒家的思想去罵秦始皇啊 你罵了半天你也不了解歷史吧 你從數數次了解歷史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這樣我們知道他這搞什麼嘛 因為他想什麼你照這樣去瞭解他 這是歷史嘛 不是你自己想什麼去創造來罵他嘛 那沒有用啦 所以這個是 舉這個例子來說他這個 很很重要這個東西 漢朝跟不得了漢朝 劉邦跟項羽 我等會有機會再講 底下齁 各個朝代我不能講 我講下去就到五點 但是到清朝到今天都 所以民國以來大家不敢講 蔣介石相信的不得了 毛澤東也相信的不得了 不然蔣介石為什麼這樣再恥無啦 毛澤東也是一樣 這些人表面都叫你不要相信 他會相信 因為我相信你不能相信 你相信你會說我 你就會來對付我了 中國歷代這種東西有一些學問他是不告訴你的 他要禁止 對我啊 喔你每天歌功頌德說 蔡英文家裡面有一條龍跑來跑去 他說好好你來來 來做資證 你看說這蔡英文家裡面有賴蛤蟆跳來跳去 他說 不要亂講啦 講這個素素不對啦 以前那個 那個水 那個 不是那個 袁世凱喔 有一次他 有時候工人弄一杯子喝水 結果一進去就杯子掉下來 完蛋了 他起來罵我罵死了 為什麼 我看到床上一隻賴蛤蟆很大 你不要講 你不要講賴蛤蟆 你剛剛講 說我一拿進去 我看到一條龍在那邊上面 你這樣講喔 袁世凱就給你升官 講一講就對了 所以你以後看到什麼不要亂講 看到那個賴蛤蟆要講一條龍 他就皇帝命 所以啊這個是 我說最後那個就是武士運動 就是我們這一百年來 對於素素 都是批評他 曲解他 所以造成我們現在 大家對於素素的 剛剛我說的態度 那是不對的 我現在要進一步講底下的問題 我講這個四人與素素 我剛剛講過那一套書裡面 你們有興趣的人去買去看 那個新聞風那個書 在裡面講這個 剛剛講孔子 我可以在這邊 接一點素素的東西 從商朝到周朝 其實春秋戰國的孔子 談到素素很多 大家不注意 孔子講命的問題講得很精彩 他五十兒之天命 為什麼五十之天命 知道什麼叫天命 天命是什麼 這個我們今天不講 我提問題 孔子會不會占卜 會啊 那個義系詞傳裡面說孔子做的 很多思想 現在地下發覺也有很多孔子東西 孔子到孟子他一半一箱子 所以我只告訴各位 孔孟巡你可以去研究 我今天不講 孔子也講什麼 孔子在素素裡面有很重要的東西 他講說看 他有一個講看相 說什麼 他說像人篇還是什麼 我現在記不起來 我裡面有了 但是說 像人不要看表面 要看心 看到心 大家看這篇文章以為 尋職反對看相 不是啦 尋職是把儒家的看相素 從表面帶到內心 很深入的 的文章 尋職 我只這樣說 所以孔孟巡 在春秋戰國裡面 數數都很重要 當然春秋戰國裡面很重要 是陰陽家 但是我們 陰陽家這個名字 講陰陽 變化 這樣的 所以陰陽家跟素素家 是兄弟 是兄弟 但是今天我不能講這個過程 所以這個 我現在講這個 司馬遷 司馬遷的史記 剛剛講 史記是從古代這樣講下來的一個通識 司馬遷這個人有一句 司馬遷一生的經歷 你們知道 他是 怎麼說 也是很悲慘的 我今天講這四個人 都有點悲慘 但是呢 人生就是有悲慘 太幸福是不會 有 太幸福的人 沒有樂趣你知道嗎 如果每天都很快樂 請問你啊 如果沒有不快樂 怎麼趁多你快樂 如果你非常富裕 請問你知道什麼是貧窮 是因為你貧窮 才知道富裕的可貴 所以這個叫急凶 你不知凶何知急 我每天都在這裡呼吸 我都空氣 我就空氣了 我講這樣很深刻 請注意 這急凶 為什麼急凶生大業 請問你 為什麼不急生大業 為什麼凶也生大業 不是太急生兩魚 兩魚生四象嗎 四象生八卦 八卦什麼 定急凶對不對 然後最後一句很重要 急凶會生大業 他為什麼不說凶生大業 或是急生大業 必有兩個因素 在裡面動 才會產生 宇宙間偉大的事業 沒有陰跟陽 這地球不能轉 每天都是白天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全部死光光 不能休息 怎麼一粒一休 從早上做到晚上 太陽都不下去 這個不行 所以你要注意這個 裡面的哲理在哪裡 急凶會生大業 所以你要看向 我可以告訴你 所以你們不知道說 什麼叫急什麼叫凶 好啦 每天都給你很好 叫做急 你對急凶如果沒有定義 人家跟你說這急 或者這凶 這叫做迷信 你不懂得算命 你要算什麼命 你要好命 好啊 我說你很有錢 你三千塊在我這裡 所以那沒什麼用 好抱歉 我這隨便說 在做租金很多日 就是為別人貢獻事情的 就像司馬祭族 我也是很 我是不會算 不然我很喜歡算命 每天都有三千塊來 我很高興 我這裡面要講說 司馬遷這個人 他有一句名言 就這裡面大部分的人知道 所謂什麼 就天人之際 通 古今之變 然後呢 好成一家之言 你看這個很好 我跟你講這三句話 一輩子做不來 我大學的時候問老師 老師講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了不然 我後來研究素數 我說 天人之際有一種想法 請問天是什麼 以前的人都跟我說 天是外在環境 自然 跟人 其實司馬遷有這個意思 但是不只這樣 天還有 天地鬼神的意思在裡面 這是我研究素數 得出來的一個看法 你們可以看看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司馬遷的天 有兩個意思 一個天地鬼神觀 一個是神的天 一個是 陰陽五行的天 到了朱熙的時候 主要是講陰陽五行的天 我們算八字 就是看陰陽五行的這個 聖歌 你們我們不講神 八字是唐朝以後的事 唐朝以後比較不講那些東西 但唐朝以前都有 司馬遷講天人之際 請問 司馬遷的天人之際的天 是什麼 天跟人的際 際是什麼 分際 分 分際 天是這樣 天對我們人影響很大 人有時候說人定勝天 有時候說天會勝人 那請問這是怎麼樣 我到底要做什麼 如果我都是天決定 我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是我要做決定 天跟我無關 但是呢 天人 天也有 跟我有關 我也有關 這樣兩個分際怎麼分 比例怎麼做 哪些是我該做 哪些是天會幫我做 哪些是天替我決定 哪一些是我可以自我決定 這是很重要的議題 可是我們分不清楚 我們該自己做的 就一直在拜天 天都不能幫你做 那學生說我論文寫不出來 我去拜三太子幫我寫 三太子說我根本不會寫字 你叫我寫論文 我沒有研究實習 我沒有修過 你自己寫 這個不是他做的 這是你做的 我們要懂得天人自己 努力賺錢是你的事情 你不能叫神自己賺錢 三百塊強要拿三十萬 那個台積電也沒那麼好啊 利潤有這麼高 所以這個不能亂來 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那請問司馬堅相不相信有鬼神 請問你們 你說我這邊有沒有鬼 你說我沒看過啊 我也沒看過啊 我也不知道 但司馬堅有沒有 司馬堅 有 從什麼看 你們都知道這篇文章 張良 黃時空聽說沒有 我不知道中小學就讀過了 就一個老頭子丟一個鞋子叫他穿啦 每天叫他來這樣 你都磨練啦 這寫得很清楚 我們從這裡來的 穿鞋子的老人 他叫做黃時空 這個人很奇怪 張良是一個流氓 他要殺人嘛 他要殺秦始皇 結果逃亡逃到這裡來 逃亡逃到 碰到一個老人 他說什麼 我丟了鞋子你把我穿上去 心裡很不爽 忍起來 本來要打他 欲歐之了 因為他老了 就強會忍起來 下去把鞋子拿起來 張良說 夜為虛 因歐 只好跪下來跟他穿 心裡太不爽了 老夫都拿出來 穿好東西 笑笑不爽 倒掉了 頂 眼睛一直看 做理所 一裡頭 就又跑回來 那個老先生 如此可教 你很乖 你五天以後再來 跟我在這裡 兩個怪字 跪說 好啦 現在開始跪了 剛剛要打他 五日平民去 怎麼這麼太太 跟老先生 你怎麼 再五日來 五日又來 他又來 他又比我更早 他根本不必睡覺 這鬼 回了 回耶 五日再來 哇 十五天好 這一則磨練 這是什麼 這在磨練一個人的耐性 看看他怎麼樣 你五天就不來算了 十天不來也算了 十五天來 好啦 怎麼樣 五日兩夜半 他說應該這樣才對 好 再往下 你看 不對了 你看 對了 你看 這個事情 他就給他一本書 這怎麼不知道在哪裡 就給他一本兵書 就是叫兵法的書 黃石公的兵法 他以後用這個書讀 他讀得很快 他讀懂別人讀不懂 然後那個 他跟劉邦講 劉邦都聽懂 兩個人去打天下 他還跟你講 你十年以後來到這 你來到這 我 我 十三年以後 從高地過紀北 在古城看到 你要黃石 你就可以很老 他以後就去 恰好 他說這個人 你看 司馬遷 這個整個 張良的流活類传 用這個故事穿插出來 請問 一個這麼偉大的史學家 要用一個穿鞋子這樣來鋪枕 來破題 你以為他是笨蛋 你以為他亂寫 他有涵義 他涵義什麼 他在做這個結論 學者都說了沒有鬼神 我們在做駐軍大部分都說沒鬼神 既然言有誤 好像有那麼可玩意 大家都說有 自如流活所見老父給他輸了 亦可怪已 很奇怪 高族常常碰到這個困難 很多 離困就是利困 而流活常有功力 其以可謂非天乎 這不是天嗎 這不是鬼神嗎 不然你怎麼有這樣一個人 預言十年以後怎樣呢 然後這樣呢 我小時候讀這個文章以後 一直想碰到一個老人 這樣我一輩子就好了 就算了嘛 沒碰到 為什麼 德性不符 你知道這個你要跟鬼神通 你如果是前鬼就會碰到前的鬼 如果好鬼就碰到好鬼 好神啊 所以我們也不要亂求 你亂要求的話 你不會爹爹求 他真來了 來的不是好的 你更慘 這個是叫做什麼 以德相配 一個神要給一個位子 給財富給某個人 拿錢給你去酒家 我神不會去 我要你去 我也想去那邊喝酒 你比較值錢 我要去賺錢給你 你說我要做善事 可以 我要買名車 也不好 譬如這一類的 這個時候 扁確欲藏商君 這個又是鬼 這個你們細細的讀史記 我現在在探索的時候 天人之記是什麼意思 剛剛那個張良跟黃石公 就是一種天人之記 你不老實 他怎麼給你呢 他要給你 你也要配合啊 天人合作 你要有那個德性 去迎接神 否則也不能發揮這種 不能對人類有貢獻 你看 這個扁確 大家都知道名醫嘛 對不對 這個人也很奇怪 婆海人 這個不知道 他在旅館裡面 管旅館 社長 常商君在這裡 住了十幾年 出入十一年 叫扁確說你來坐下來 我跟你講話 十幾年喔 經過十幾年的考驗 不是十天喔 你們現在速成班 馬上出去拜師 就想要武功很好 十幾年啊 常商君 你互相都覺得 這兩個都不容易的人 你看 我啊 有一些禁方 有一些藥方 我已經年老 想要傳給你啊 你不要亂講 他說好 他出去懷中的藥 給扁確 他飲食以上子之水 你吃那個水 三十日當之物語 你就可以知道萬物的各種情形 你往下走 你看 去禁方 輸給他 忽然不見 這鬼嘛 見的話不是 剛剛那個人也是鬼啊 神啊 鬼神都一樣 帶飛人耶 他是 這實際用的名詞耶 請問不是人是什麼 當然是鬼神嘛 這是他的用詞 他這樣寫 他告訴你說 有這些人啊 大家都不信 可是我看這些歷史故事 就有這些事情啊 你讓我不能不相信有鬼神 可是他最後要懷疑鬼神 到等會的傳裡面就會 你看 這個齁 他結果 很確定 你看 他可以 他整脈 看了 就看你的五臟 像X光 看進去 啊 你有病 你心臟怎麼樣 要支架 他會看到裡面 X光 有人這樣 你知道 通靈的人 有通靈的 一定有 那你就看到 你就是扁缺 你要再 如果再碰到一個賞商君 更好 但是你要修得 你不能拿這個賺錢亂來 那不可以 那如果有一個賺錢 愛賺錢的賞商君也可以 你就碰到他 你就另外一個賺錢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兩則故事 我有很多則故事 可以告訴你這樣 所以你要細讀史記 才能了解說 那你天人之記 不然我們大家都會知道天人之記 可是不知道他的天是什麼 宇宙之間是有鬼神的 搞不好這裡面就有鬼神來聽啊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可以坐在這裡聽啊 你們要曉得 這個古人說 頭上三寸有神明的 鬼神是在你附近的 欸 你以為鬼神另外住在鬼神區啊 他有沒有分鬼神區啊 下午鬼神多 聽說早上少 我也是看出來的嘛 因為陰嘛 陰他們比較舒服啊 陰我們很想睡覺對不對 現在我是因為來這裡講演講 不然我現在是睡午覺了 可是因為陽氣很重 所以我睡不著 這個是喔 他有這種天命觀喔 我可以告訴我 我再講兩句就好 是有天命的 他是說人出生都有天命 你們知不知道你有天命 我們其實人人皆有天命 只是你會不知道你的天命是什麼 因此我們出生 我們來到世間 我們要守天知道我這一輩子 我的特長是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 我有什麼使命 天賦於我什麼使命 因為你生出來 不要講那麼玄 我生出來要把我這個架構好 這也是很重要的使命 我要把我的學問做好 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 不一定說要革命建國 因為只有一個孫中山 你也不能大家都要勵志那麼大 把眼前當下是做好 就是你最微薄的使命 我們人不要想那麼多對不對 把你的健康顧好 讓你的孩子沒有煩惱 這是你的老人使命 老人家說就奇怪的 我就 你自己不要給小孩麻煩 就是你小孩最疼他 天天他麻煩也不好 所以這個什麼五帝本記 你知道為什麼 史記裡面一開始寫五帝本記 最初我看五帝本記 奇怪這裡面講了很多這樣 怎麼祥瑞的 著義的這些人怎麼搞的呢 其實這個是司馬堅有意做序言 他也沒有序言 他有太史公之序 是後來寫的 但是為什麼指這篇第一篇呢 他就是要鋪陳說皇帝是有天命 這些人都是很多 天是有祥瑞的 是有預兆的 後來很多人都有預兆 我等會慢慢說 你看這個就往下 怎麼會跳跳跳 這個齁 我們兩個互相按了一個喊過去 命運啊 有沒有命運 我告訴你這裡面 我只舉一個故事 史記裡面很多傳記都在講命運 你看這個人這個鬥太后 我差不多花死一個人才知道說 這個人會變太后 一個老百姓的子女可以變太后 要經過多複雜的事情 但是這是命 人為不能安排 照她的說法 這個人你看 這個女子鬥太后是親和人 女太后的時候 她以良家職入宮是太后 太后要把工人釋出去給漢代租王 每一個人給他們五個人 鬥雞就在隨行之中 鬥雞她家在親和 就 拜託那個官吏 說你幫我弄到親和好不好 那離我家比較近 結果這邊拜託的人忘掉了 就把他放到戴了 戴就是文帝的地方 急中 說好 一定要走了 哭就半死了 很恨 恨這個人 官 不欲去啦 不想走啦 要留在長安 勉強她才去啦 到了戴的時候 哇 戴王怎麼 分給戴王 戴王特別喜歡鬥雞 生了一個女孩子 又生了兩個男孩子 後 戴王和皇后 她本來有個皇后 生了四個男的 什麼 先戴王位入帝為 而王后族 怎麼搞的 這個人沒有福氣呢 王后死掉 還沒有做皇帝她就死了 戴王立為帝 這個是漢文帝 而王后 所生四男 先都病死了 全死光了 孝文帝 律師月了 宮廷說他有立太子 鬥雞有個長男 罪長 立為太子 她就變皇后了 你看 要很多人死掉 一個一個死一個死的 該有的都死了 剩下她兒子 我就變成皇后了 也不要謀殺 也不要用農藥 一個一個全部死光 親和的相遇 就錯 錯一錯錯 錯錯得正 司馬遷為什麼要這樣寫 你要去揣摩 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我問你 我不知道 每一個人解讀不一樣 我的解讀就是 這是命 命中注定 你會做皇后 這麼多複雜的事情 所以不要強求 不要計較 該有就有 當然你可以不同解釋 大家今天聽我演講 不要遵照我好不好 這個是 這個是 往下再往下好了 這個 好啦不講了 這個他弟弟的事也是 這個 他 他小時候去做皇后 他跟他的弟弟 兩個分開 他的弟弟叫鬥廣國 你看 少他四歲 五歲的時候很窮 被人家買來賣去 賣到哪裡 賣了十幾次 在做探 握在那裡 白玉倫都死掉了 他 毒毒沒有死 然後等等等等 喔 等等 來到長安 說有一個文帝有一個 太太叫鬥皇后 怎麼他姓鬥我也姓鬥 問問看 我姓姓 兩個在一起哭得半死 相認 所以啊 怎麼說 司馬謙為什麼你要這樣寫 我就問這個問題 你們回去讀 你看讀出什麼東西 大家都可以讀 這個幾千年的東西 好往下 這講命運 道德是什麼 高祖本紀跟項羽本紀 是史記裡面兩個很好的東西 我跟柯子講一句 司馬謙用一千五百個字 描述 劉邦 的天命 包括他斬蛇啦 他的長相怎麼樣 他不是龍 鼻子很高 對不對 還有 軸骨有七十二字有沒有 還有豪然大度有沒有 這個 House究極社 然後他怎麼樣做流氓這樣 做到最後做皇帝 司馬謙怎麼要用一千五百字寫這樣 如果我現在寫一個人物 前面寫他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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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你寫這幹什麼 你無聊 你寫這麼多他算命的事情幹什麼 一定不及格 可是司馬謙及格 司馬謙這樣寫 因爲什麼 這個時代 這樣的思潮 這樣描述人 這樣了解人 這樣 項羽他也描述了 項羽有雙鋒鋒 力能扛兵 不學那個 劍 要學兵法 等等這一類的 描述的是 透過這種對人格的描述 很好 後來 很少人有這種比法 你們看那個二十四史裡面 後來的東西 一開始就某人 字什麼號什麼 然後哪地方人怎樣怎樣怎樣 講那些 流水障 一點都不好玩 司馬謙的人物描寫 為什麼那麼好玩 他透過這些 深入了解的人 所以 你們如果要了解中國世人 你透過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出很多事情 你可以對這個人了解 比如你們在做很多順命高手 你看這個人 我們看長相 這個人 如何 這個人豁然大肚 這個人小力小氣 你看這個人是項羽 項羽喔 應完畢而不人餘 聽說沒有 項羽很小氣啦 要瘋人要做官啦 有個官吟在這 後放很久 摸來摸去摸來摸 好幾個月 啊來給你啦 這個就做弄髒了 他也不給人家 劉邦不是啦 劉邦那個韓信 要封王啊 打天下打一半說 欸我打天下打那麼久 一定封個東西嘛 劉邦說 不爽啊 後來那個 旁邊的人替他一下 他馬上知道 他就罵了 你們知道他怎麼說 大丈夫要封王 就封真王 封什麼假王 噢那個人爽死了 我要一個假的 他真的給我啦 不是 項羽就讓人家討厭啦 給了以後人家也不感謝你 所以你們都說 老闆要加薪要快一點 要弄半天才給他 不爽啊 沒意思啦 這個是氣度啦 你知道嗎 做人要氣度 阿薩利 但是你不要打種眼衝放置 你最後就虧本了 不要亂阿薩利 我不是 你知道 我說我愛你啊 天道觀喔 你知道嗎 這天道觀 我講到這個最後一個天道觀 是 柏伊書記 他問一個問題 他說天喔 是對於人好 我們人也有天命 但是呢 剛剛講劉邦這兩個人是什麼 他要講的是道德 他很懷疑一件事情 他說 阿我從武帝本紀來看的時候 古代的人 偉人做皇帝 大部分都累是積德 他說他祖父怎麼樣 八八怎麼樣 我祖先都做積德的事情 造橋鋪路什麼 這都講講 就要給子孫嘛 就居 就是要做 這個 與央與慶的事情嘛對不對 就是這樣 激善 激惡嘛 結果啦 他說 阿劉邦我看起來流氓 項羽很殘暴 可是為什麼項羽 我也跟他寫本紀 他項羽兵法一輩子打仗 只有最後一次敗給不會打仗的劉邦 劉邦打仗大部分都說 都會跑 他只會逃 太太兒子就給他丟掉 可是又撿回來怪人 他就是這樣 那女後他都講啥撿回來 女後很凶喔 可是沒辦法啦 要丟的丟不了 這隨便說的啦 但是呢 項羽也很殘暴 一坑坑幾十萬人啊 怎麼這樣的人會這麼偉大 他開始懷疑 為什麼人家坐地溝油怎麼坐飛機 我怎麼不能坐 你們不會懷疑嗎 怎麼那個人做部長 我不是在說誰 我隨便說的 因為舉例說的啦 隨便講的 你會發現 天道不公啊 老子說 天地 長於 什麼 不是天地不仁啦 你這廢著 哈囉我嚇一跳 天道無親啦 長於善人啦 天地不仁也是老子對老 但是這句話他說 天道沒有要親水喔 是給好人喔 長於善人喔 他說 那些壞人怎麼也有給他好處了 我司馬遷 那麼認真做 怎麼被公刑 怎麼坐牢了 我替李玲說話有錯嗎 李玲是明軍人的後代 帶了五千人去打匈奴 打到都沒辦法投降 我替他說幾句話 我說不行 但是人家是說 你那個漢武帝那個本記寫得不好 你那個漢武帝本記就是你的皇帝 你把蔣經國寫不好沒關係 你把蔡英文寫不好 然後去關 那是當上那是皇上現在 你看看說什麼 你裡面說我瘋斬鬼神什麼 講我一大堆 你們現在去看看那個漢武帝的本記喔 這個好像怪怪的 我現在今天不講這個 但是呢 總而言之他坐牢 他就說 為什麼博弈淑琪那麼好的人 也是二十於首陽山上 炎徽為什麼二十呢 孔子不是聖人嗎 怎麼到處流浪做開埔西班 他就說沒辦法了 很多弟子可是觀眾很小 他就怎麼這樣 好人怎麼沒有好報 他得的結論是說 天道也有沒有辦法的地方 要怎麼辦 用人道補足他 我們這個時候 人要自己奮鬥努力 來補天道就不足了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思想 是一個非常取責的事情 我們不然就罵天嘛 以前就射天嘛 就罵他啦 但是他說不是 天地有不全啊 但是如何此全 我們靠自己努力 我奮發寫史記 我把真理寫出來 這就是我的人道 可以補足天道補足的地方 這是天 給我這個能力 因為我可以寫史記 我有這個通天人之記的本事 我能成一家之言 我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就是天道 給我最大的這個公平 你知道嗎 在座駐軍 你能運動要感謝天啊 那你不去運動對不對 你們能 禮拜六來這裡聽演講 要感謝上帝 當然也感謝圖書館 欸 不能走的時候那麻煩啊 有個人說再甩一手 哎呀 我恨不得我能說甩一手 躺在床上不能甩 所以我告訴你 人道 有我們人很多該做的事情 你不要求天 天人是有分距的 天有天要給你的事情 你有你要做的本事 這個就是司馬遷很重要的一個思想 通天 就天人之記 要分清楚 天可以給你什麼 什麼是你要做的 你們回去 我今天沒有給答案 但是大家要自己問問 我能做什麼 先我能做的做嘛 再求天嘛 啊我能做的我做 我才求我爸爸媽媽幫忙 那什麼什麼先要依賴別人 先怪別人先罵別人 這個是天人分距模糊 不清楚我的地位跟角色 這個是讀史記我覺得很重要 不然司馬遷可以說 我不要學史記了算了 人生到這種地步算了 初約就算了 不然怎麼辦 其實人生到這樣你有很多選擇 司馬遷當時是被判死刑 他可以拿錢去訴違 可是他沒錢 他可以公刑他兩個選擇 就是把你那個公刑 他選擇公刑你看 他寫的東西說 唉 人喔 這是人生最大的屈辱 我要遭遇這樣的屈辱 被人家公刑 我還做什麼人 他說我走在街上 都這個 沒有面子啊 就是這樣的事情 這個你們自己去看 那個報仁少卿的書 仁安書 還有他裡面寫了很多淒慘的書 那種寫那個文字 可以了解他的內心世界 那你看這個史記 你認真去看 他的曲折他要表達什麼 這樣可以了解司馬遷 然後對你他怎麼要動天人之記的事情 再往下講的時候 這個你看 他這個 陰涼五行的天啊 這也是這樣 很多 我不能講了 我現在要往下去 他有用很多 你看司馬遷用什麼 你看 史記裡面有日子列傳 司馬祭族這個 歸色列傳 天觀書 我現在講這個就夠了 司馬遷喔 這個陰涼五行的天就是什麼 陰涼五行的天就是什麼 史記的編化剛剛講那個天文曆譜 這要叫各位多觀察就這個 那我說 你們讀史記要注意喔 史記裡面用很多素數解釋 這個歷史的發展 我只講一個事情 史記裡面有趙世家 司馬遷喔 就好像寫張良留偶的傳 他趙世家從頭開始各種夢 這樣夢了四個大夢 幾個夢以後寫完了 趙的世家 他整個家族的興衰 就在這個 天人鬼神之中間 都被準備好了 都在裡面 一個偉大的史記要用這樣寫 今天的話很奇怪 當時不怪 但是司馬遷想要 借歷史的這些事情表達 因為那些故事 都是 都是春秋戰果的故事啦 他只是把它收集在一起 歸納起來要表達 天人之記的問題啦 你們知道嗎 我在這邊講這個喔 這個日子 你們看日者列傳喔 這裡面講司馬祭祖 這個是我們今天講的 什麼叫日者列傳 就是我的素數家列傳 就是在座各位很多 算命家素數家的傳 這個賈儀你們都知道這個人嗎 賈儀很重要的人 有一天就放假 他就兩個人跟宋仲說 我們這樣講 我們去看那個賣布的 看他怎樣 就來聊聊天 進去以後看他跟幾個弟子喔 天藍地北講天倫五星怎樣 他們坐下來的時候 他就問這個司馬祭祖說 欸 你啊 我看起來你這個人喔 很有道行的人啊 你怎麼講這種 你怎麼選擇這樣的職業 怎麼在這邊跟人家算話呢 怎麼講這些呢 看起來很卑賤 司馬祭祖說 來來來你坐坐 這各位先生的貴人 請坐 我們聊聊 他說你說我這個職業很卑很賤 他說我啊 每天替人家解決疑惑 要讓人家去選擇好機會 去賺大錢去幹什麼 家庭不幸福我叫他幸福 兄弟不好我叫他好 我拿一點點 紅包沒有多少錢 這個 我得手該得 你怎麼說我這個卑賤 他又 反撲一下他說 如果說要卑賤喔 你們在總統府這些人最卑賤啊 你們每天真的貪污啦 你們搞的就是比我的錢還多啊 你們就做了一些什麼鐵路都沒有用 你們幹什麼就是文字館 你還說我卑賤欸 要說卑賤 你們這些肉食者更卑賤 這篇在講這個 非常反諷 非常替素素家的職業講話 因為你要做一個好的素素家 你是助人的 你要騙人那當然卑賤 你要做好官當然是好的 做壞人當然卑賤 我今天如果亂講我也是卑賤的 你以為這樣講課 講不好的近十八成說十九成地獄 所以不能亂講 但是我講的不好我回去會懺悔 懺悔就比較好一點了 就上帝有聽到 有時候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他這裡面喔 我用很多例子好不好 這這個齁 這個什麼 這個普世好 你看他用普世來解釋歷史 往上了我不要了 這不能講了 好講了 你看看相他用看相 他講這麼 裡面有這麼多看相 看相 欸國興還沒有 看相你看我歸納了這麼多 他空子九尺六寸 這算起來很奇怪 我又找了一個西周十九點七公分 算起來是空子一百八十九公分 如果要根據漢代的值二十三公分的話 他兩百二十公分的太長了 太高了 你看這個 欸我又亂按 我不是要我拿這個好了 你看這裡面我就不講這個 你看第四點你看 秦王正是各種異象 李廣雲 雲相 橫匯事件 索恩常 烈王勾見 他說這個人不能到天了 不能同享樂 岳王 他裡面都講這些 常常在描述一個人的時候 欸突突然來咧 看相一下 就點到這個人內心出去 這樣的寫法 是很有趣的 所以後代的人不太這樣做 我們現在更不可以這樣做 就這樣 你看這個重禮入口 命當二十啊 重禮入口 不這樣 好往下 你看 這天是我很喜歡的一篇 這個不是啦 這個是詹天書 我講一句話 剛剛講喔 大家知不知道史記有天官書 天官書齁 今天研究科學史的人說 天官書是漢朝 當時對天象 星球 描述最好的一本 天文文獻 二十八星球 運行怎麼樣快怎麼樣慢 怎麼樣正常 怎麼樣反常 可是 大家要注意喔 這裡面最重要 這個只是一個基礎 更重要的是說 他講說 怎樣是極怎樣是凶 他說這個 火星走得怎樣 好不好 會怎樣 各個星球 其實裡面講到極凶 就是什麼 詹星樹 我只能講結論 這一本書 是非常重要的詹星樹的著作 你要從樹樹的觀點 是這樣去看 第二個是 你要詹星 你必須知道天文 天文你必須這樣觀察 天文你必須這樣觀察 我們今天也就 只看到他 要他了解實際的 因為 英樹這個 是了解天 人 之 吉凶 禍福的 互動關係的一個文獻 還有裡面 沾睡 還有沾 旺氣 裡面旺氣講得很清楚 你到了一個都市看怎樣 你看 你們如果到這個房間 你們知道這個房間氣很好 我不是來這裡講才這樣說的 這間房間基本上氣是很好 大家坐在這裡是很舒服的 你要知道嗎 這個空間 有些進去不行的 有些進去不行的 你知道嗎 我再隨便講 你們進到一個大學 你們進哈佛或者什麼偉大的大學裡面 還有這裡面這個講堂 不知道多少偉大的學生來影響過 都是世界一流的學生在那裡聽 氣很好 如果到一個快要倒的學校去看 你看 那個教室 像垃圾堆 很髒 氣很亂 好 同樣的道理 你到一個人的家裡面也是一樣 研究 進到家裡面很髒很亂 氣不好 你要知道 這就是忘氣 氣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去人家家裡 要相親 你進去看看 啊 這不行 這個媽媽這樣弄這個家 這個女兒大概這樣也一樣 你要忍受得住這個氣 你就娶她 不然的話你就再見 我後來拜託 不要一天都在跟你經理家裡 不然氣很壞 天天罵人 這個那個 所以這個叫做忘氣 我們到台北市到東京到紐約一樣 我們到一個城市看一個城市 看地理風水一樣 這就是這個道理 忘氣啦 忘氣看人 剛剛講就是這樣 好 這個不能多講 這個你看 這個我其實不講 你你你你你也知道 剛剛那個是什麼 這詹夢很多 這個是什麼 司馬遷 講兩句就好 他司馬遷 你看 他那個 有 好這個不要講了 這個 司馬遷的書的體力都是根據 這種術來說的 本季為什麼十二 為什麼十二個本季 象徵十二 一個一年十二個月 連這樣他都要這樣算 好那底下呢 底下 底下還有一段 你看這個是天運 三十歲一小便 百年一個中便 五百大便 這叫古今之便 司馬遷也不是每天在那裡講算命 他是要歸納古今之便 好我現在告訴各位 天人之際 跟古今之便 一個時間 一個空間 宇宙 他是相關的 你這三句話不能分開看 喔 就天人之際 我不管古今之便 沒有這個是 天人之際的古今變化 這兩個是在一起的 然後這樣形成我一人一家之言 我們不要亂分 要合 既分且合才是對的 會分不會合 不行 做學問要注意 這三句話 大家都把它分開看 可以啦 不夠 因為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個一個命盤看下來也是一樣 因為你只看時間在變 那空間呢 所以時空要合 好簡單講 所以司馬遷喔 用夢也很多 我簡單講這個問題喔 你要收到結論來 這個司馬遷喔 這結論很多喔 我說 就天人之際 一家之言 是不可或缺的門禁 他天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天的鬼神 有鬼神天自然的天 所以呢 我說史記的訴述記載 是史家的客觀紀錄 同時也是他的主觀信仰 司馬遷承認天對人的影響 也強調人的地位與角色 所以天人之際很重要的是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 我們人是不是一個孤立的 我們人跟宇宙是有密切關係的 我們跟神是有密切關係 我不是在傳教 但是呢 天人是要協和的 是要互助的 是要幫忙的 你不能只靠別人 也不要靠自己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 看法 我們要實踐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我要底下講 第二個人呢 朱熙與素素 我這個題目叫什麼 兼論理學與命理學 理學是宋代大家知道是不是 宋明理學大家知道 宋明理學很重要 朱熙是很偉大的理學家 可是 理學跟命理學只差一個字 理學加一個命 命理學 我們應該算命說命理學 那這兩則有什麼關係 所以 我這個 這個 看起來 這個 我只是簡單講一下 這個 我這樣簡單 這個命理學 從司馬遷開始 一直到水堂 其實中國的命理學非常發達 大家知不知道 唐朝 上一次有人跟我講 唐朝 有李虛忠 大家知道嗎 李虛忠 發明八字了 其實我跟你講 唐朝 這個 一個 一個 驗 那叫做 miex 裡末氣 裡本氣末 氣中有數 這叫理氣數論 我不應該講那麼長 我只是說唐朝以前中國人認為 氣是很重要的一個宇宙元素 但是我現在用簡單的話講 請問你們如果看八字 我剛剛講這個房間這個看這個氣 八字也是一樣 請問八字拿來的時候 不是天干地支對不對 然後就有陰涼五行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看生克強弱 請問這是什麼 這就是氣 所以我們命盤其實拿來的話 是一盤氣的生克變化 這個是氣 我們只看氣的勝摔到氣絕死 克掉死掉了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你們說你的命盤裡面說桃花滿滿 很多桃花了 你男生你說你跟太太說 你什麼那種風流 你命盤你看看 天生這個裡面桃花很多了 不是我要的了 這個命中注定的 我天天出去也沒辦法 他也不能改 如果你這樣回答 你太也怎麼辦 他好像不能回答你對不對 朱熙會回答 朱熙說你要超越這個氣 要講理啊 有一個更高的理在那邊 主導你啊 你根據理做事啊 不是根據氣做事啊 你要改變你的氣質啊 你可以不要去酒家 你怎麼每天都拿命盤 來說你要 要有桃花了 所以啊 如果你按照氣來生活的時候 你就是被五行帶著走 我的缺點就是懶惰了 有什麼辦法 啊你喔 你的命盤就是勤快了 你很認真做家事 我就不喜歡做家事 命盤決定的 天下有這樣 你負責賺錢 我負責發錢 不是啦 所以你要根據氣的時候 你都可以這樣解釋說 我天生氣質如此啊 我天生就是害花錢啊 那天生你就欠我錢 如果要前世今生來看的時候 你為什麼 借錢不完 他說你前一輩子欠我的 請問你怎麼證明 你這輩子還我以後 大家沒有事情 你不要囉嗦 每次都講前一輩子 我欠你多少錢 這些都是許多 如果我們生活在氣的五行之中的時候 我們無法超脫五行的 就人的自主性就不見 為了爭取人的自主性 理學家就在氣學上面建立理學啊 因為人裡面有氣學 同時有自我當家做主的理 這是人力理智 道德是你可以掌握的 你可以努力去做好人的 陸向山說 你在怎麼那個 比我讀書 你一樣可以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嘛 那個堂堂正正做一個人就是理啊 你可以做得到的 你說你不能賺錢我並沒有 其實要你賺大錢啊 可是你做個好男人好先生總可以吧 可以啊 你就不做 每天就是講那個有了沒有了 那個是講氣 朱熙的這個 這個命理學 你知道嗎 我說剛命理學很發達就是氣學很發達 你知道嗎 在北宋的時候 朱熙是南宋人 但北宋的時候 請問你們認不認得有一個叫邵康傑的 邵庸啊 邵庸的最強項就是氣學 他就是研究器的第一流專家在中 有梅花藝術號稱他做的嘛 他有經事經事書嘛 他就是會算命 就是會知道氣的數 他就專算這個 但是也有一個理學家的先鋒 叫做成怡成浩大家知道 那個都理學家嘛 朱熙的理學家氣學家他就 這兩個他都喜歡的 他都很認真的都是他的師爭 他把理學發展加到氣學的上面 變成理氣學 其實是理氣裡面有數 其實氣數 氣裡面有數啦 因為什麼我剛剛講 你看氣的變化喔 他是有規律的 有規律是有你看 一年的氣的變化他分四季 還不夠 再分八結氣 再分七十二後再分再分再分 我們早上為什麼一天就好了 我們分十二十 那每一個子時要怎樣 這個時要怎樣 這個時要怎麼樣 你必須把握著叫做生離時鐘 你才能健康 這個中醫講很多了 中國人古代就講要根據生離時鐘 什麼叫生離時鐘 氣數 你要配合宇宙的氣數的生活 才是最健康的生活 這個都中國講很多的啦 但是這種就是講了很多這個氣學 這個命理學就是在講這個 我這個五行的這個氣的 對這個行衰的問題 但是朱熙說我們要再講人 才能夠避免剛剛我說的缺點 所以他說命有兩種 一個叫理之命要氣之命 這個命的看法我現在只能告訴你 這個 其實這個理跟氣 可以跟那個司馬遷結合在一起等會有空講 命有兩種 理的命跟氣之命 我們一般這個命理學講氣之命 理學講理之命 這個你看 人命之不同由於秉氣的差異 每一個人氣不一樣 聖人 閒 餘不消 跟有錢 沒錢 貧賤貴賤 大家氣也不一樣 你們注意看電視裡面的貴人出來 跟窮人出來 還有犯罪的人出來 每一個人氣是不一樣的 氣是不同 這個不能在這裡看一下 秉氣差異 決定於什麼時候 出生之死 樓頭背離名 中國人大家都這樣講 其實我告訴你一句話再講一句 樓頭背離名 出生就開始算 這是現在 這是我們算命的人這樣算 但是請問你 如果出生以前 還有人生的話 要不要算 你進去你媽媽肚子要不要算 十個月 還沒有進去以前要不要算 你進去你中陰生以前 假如有這個的話 前世今生 中陰生以前你上一輩子做什麼 要不要算 你上一輩子殺人 你出生 現在還有沒有殺氣 不知道 這個是另外一套學問 這是通靈的另外一套學問 假如生命是這樣 請問喔 大家切這一段一百年來算 前面呢 有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說 算命喔 只能知道八成七成就很高了對不對 百分之百很難 但是呢 理論上 如果通靈的人的話 他知道更長 綜合起來看 可能更清楚 我現在講理論 在做諸君等會有人踢館 但是這個是素素 皆生死摒氣 來自於氣的運行而非上帝 這諸細的說法 理學家的說法 不是神是人 是氣 這點你們注意看 跟剛剛司馬遷不太一樣對不對 司馬遷說鬼神啊 你有氣有鬼 好我再講一句 司馬遷的鬼神跟人的 跟那個陰陽五行的氣喔 他是合在一起的 他說天上那些也是氣也是神 所以我們石頭也有功 石頭功 你不要看他石頭 但是 有神的人說那有功 石頭加功 叫石頭功 還有這個遭遇的命 這就是什麼 一下子全死了怎麼辦 那沒辦法啊 那個不是命的問題 整個環境有更大的命啊 炸彈要下來 八字不同全部死 所以命在誰 在金正恩手上 金正恩一丟下來 難難可以死一百萬人 那都八字相同 不一樣 這個怎麼解釋 國家滅亡全死啊 時代啊 因為你個人的命 還有更大的命 還有更大的命 就這樣 所以要了解命 有很多層次 大家不要亂講 不要鐵口直斷 當然很多人可以斷了 我是不行 我就不行 命定論你看 朱熙有很多命定 因為什麼 你要知道 命如果不定不能算 我一定要相信 有一個定數才能算嘛 沒有規律我怎麼算 所以 基本上是命定 不過他說 有一部分 如果你稍微注意喔 是可以 延年 但是延的不多啦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每個都會死嘛 生就會死你知道嗎 等會兒會講到文天祥 文天祥說什麼 人生自古 這個誰都知道 八字不用拿我也知道啊 這張會死 這張會死 全部都死光光 我們一百年以後 全部都死了 人生自古全部死 人生自古全部死 這底下一句很重要 留取 擔心 照漢青 請問他留擔心啊 你留什麼 你一回去就唸 人生自古所使 留取 財產 在銀行 還是留取 臭名大家嗎 還是留取 財產 子女爭 我不知道 這個地方很重要 前面是命 後面是毅禮 是人為 前面是天 後面是人 人生自古所使 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 男在後面 留取 什麼 回去做答案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人 人生不同 你說 留取幾本書 放在 國家圖書館 也可以啊 每一個人 真的是不同喔 這裡面 選擇很不一樣的 但是這 文天祥寫 這個句話 我覺得 越老讀得 越有趣 留取什麼 這個很 啟發性嘛 對不對 很重要嘛 大家都要留 所以呢 這個是等位的事 你看 注意說 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 這孔子說的啦 他說什麼 何死於刀兵 須在刀兵裡死啦 何死於水火 就在水火裡死 看我逃不得 怎麼這麼偉大的人 講這個話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呢 他這樣說 人的死法都一樣 其實剛剛有在講說 眾裡入口會餓死 我心裡想 大部分人都餓死 最後都不能吃嘛 兩三天連水都不喝就死啦 但是那個是看相 這個是亂講 你看 若自己信不起 才建立變居 建害變壁 如何成君子 重點在這句話 你就這樣啊 你為什麼要逃避來 逃避去呢 其實這個話 文天祥一定看過主席的動 文天祥湊他影響應該很大 董哥在那裡 微微中有 這個聯繫在裡面 這個意思他是說 你不要見立妄議啦 看到什麼就什麼啦 啊都一切固定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不是有更重要你要去做的事 你要去思考的問題 不要在這裡面轉 我們常常在五行中轉 忘掉五行上面的太極 太極是什麼 太極是每一個人的心 我這個心超乎五行 而在五行之中 在五行之中才偉大 因為什麼 就是神仙也是在這裡過日嘛 在五行不是要超出去幹什麼的 超出去的話你 你三餐不吃喔 晚上不洗澡不是嗎 還在五行中嗎 但是要把握你的太極啊 這個不能想太多 你看有我有他 有我有他就是天道跟人道 什麼是有你的 什麼是有他的 你控制不了的就是有他啦 控制不了是你啦 我們人往往沒有想到 我能控制什麼 我能做什麼 這是我能力所及 我能發揮的我努力做 你最大能做就是幫助我啦 譬如這樣啦 我可以這樣說 我這是開玩笑的啦 你要幫助人家 可是你要求人家幫助 是很難的 你們不要以為每天都 他怎麼不幫助我 他怎麼不幫助我 你怎麼都怪人家不幫助你呢 你去幫助人家 是你有你做的主的 要人家幫助 要人家有空啊 要人家有錢啊 要人家有心啊 你怎麼只求人不求己的 你為什麼不求我來幫助人家 有我有他 人意道德你可以做的 幫助別人你可以做的 別人要幫助你 你只能求你做好人 你不能求別人做好人 你可以做君子 你不能要求天下人做好人 因為那是由他的事 不是你能掌握的 我們最重要要分析你能做什麼 你能不做什麼 理學家這個叫做理啊 很重要的 司馬遷也是在分天人之際 就是由他或由你 大家注意貫通起來 就可以產生自己 的思想 朱熹也算命一生這樣 有人叫他 他說不要逃了 他一生算命 好往下來不談了 太多了 朱熹齁齁 你們現在算卦齁 朱熹 朱熹對普世很有影響你知道嗎 朱熹的周易本益有一本書 還有一本叫什麼 醫學啟蒙對不對 很重要的 朱熹大膽的說 周易是普世之書 大家因為普世 異理對不對 異理講很多嘛對不對 但是普世之書 他說大家都這樣說 可是我要這樣說 因為從歷史的觀點 周朝人就是用這個當普世的書 所以他呢 他就對他發明審視法 這個其實是他的審視法 也是五十根審朝這樣弄的 有個是用魚樹 有個是夾在這邊的樹 他不同 但是結果一樣 這不用說太多 他也信 好這個地方風水 我只講兩句 現在有一些人啊 研究朱熹啦 他說朱熹不看風水 朱熹也不相信這些素素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有一個叫陳榮傑先生 他是美國一個老哲學家 中國人 他說這個朱熹不明信 他認為這些 我以上講的都是明信 我下午講的這四個人 全部都是明信的事 但是他說 朱熹不明信 所以他不會看風水 他也不會講這些事情 我可以告訴你 事情不是這樣 他是要美化朱熹啦 他以他的哲學訓練說 朱熹這麼偉大的人 怎麼可能搞這些明信的事情 不會的 那個是一個老先生 他受五四運動的影響 所以他講這個話 我再講另外一個人 就不是這樣說了 有一個叫錢牧 錢賓士 你們聽說這個人 他就說朱熹當然 博學都能 他格物窮魚 這些他都很認真的 他這樣說了 我相信這個 我們對古人 我們對古人 你不要用你的思想 美化他 你美化他 有時候錯誤就是醜化 你對歷史人物是這樣 要了解他 就必須要真正了解他 你這樣亂塗油漆 就是不對的 那個是錯的 他參加那個什麼 他自己家裡都看了風水 他爸爸也很看風水 他爸爸看風水就看說 你這個陰地 你這個墳墓 將來一定出一個孔夫子 他說 富也如此 貴也如此 將來生個好兒子 會出個孔夫子 就是朱熹 朱熹也有很多傳說 我這裡面沒有說 朱熹傳說也很多 但是今天沒時間講 他信仰風水 人家就說朱熹 你太迷信了 當時的人罵他 用當時的人說你太迷信 當然是迷信 怎麼會不迷信呢 往下了 就看這樣 就不要 地理天理這個大家知道 我再講兩句 天道 文公 有一個人說 文公做同安不足不入 有人強得善地 要搶這個風水保地 他就說 此地不臉是沒有地理 這個地一定會臨 一定臨 這個地是好風水 對子孫一樣 可是他又說 此地若靈 事無天理 麻煩 不靈沒有地理 靈的話沒有天理 天理地理衝突怎麼辦 這句話怎麼辦 這個地要靈 一個一定好 但是如果 那個的話就是沒有天理 我看起來不會靈 我看起來不會靈 因為什麼 天比地大 天公比較大 你做壞人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搞不好地靈 我不知道 怎麼辦 天理地理衝突的時候 怎麼辦 好 這個留給大家看一下 不不不說 但這個第一發 我也是說 要講那個 這個是跟住一些好朋友 這本書是 事故全書有的 不講 這個大家都知道講這句話 你們家裡面的墳墓也有 因地好不如新地好 因地好新地比較重要 所以什麼這個墳場要好 新場好 新場好最重要 我跟你講我年輕的時候 不知道道德為什麼對人重要 越老越覺得重要 可能是老了 因為不能證明是對的 是老嘛 因為以前的老人也是這樣說 年輕他都不這樣說 這是不是天地循環 人到老會感覺到這個重要 不然講這麼多 你能把握的是你嗎 能求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要利用我們的健康跟智慧 多做一點善事 看起來只有這樣 你能操作的 與其他的 這個宇宙是這樣 我們年輕就是怪東怪西 對不對 以前我們的怪 這個大學圖書館不好 我問你你都看了嗎 沒有借幾本書 每天都怪圖書館不好 老師都沒有幾個 你也沒聽 常常沒有去上課 怪老師不好 我以前剛剛出道的時候 學生我叫他填表 有一些人歌功頌德老師很偉大 講的就比蔣介石還偉大 有些時候老師你很糟糕 我一問 他一學期來兩次 他也亂罵 這些也有 所以這個東西 都不檢討自己 都說別人 我們大家今天聽完演講 都瞭解自己 都為自己做一點事情 都為別人做一點事情 這樣子才是真正的 素數告訴我們 宇宙之間我最大 我 參天地之化育 天地助我 我助天地 這就是我們學素數 素數不是每天在那算 趨吉避凶 吉跟凶都不一定是正確的 相對的 你說吉凶 你說要很有錢 我看有很多煩惱 可是當然我還是希望有錢 可是有錢人都煩惱 出去人家就借錢 不借就得罪人 所以漢朝有個人說 貧不如 貧不如賤 貴人出去也很麻煩 這個今天不說 因為我也不是貴人 但是這個是相對的 你說活久一點好 現在的人說不一定 活好一點比較好 活很久在那邊又幹什麼 所以 沒錢有沒錢 該做的事情 一擔死一瓢贏他也很好 我已經聽不懂 現在也懂 因為我也是一擔死一瓢贏 我們都是相對而言是窮困的人 對不對 我們滿意就好了 比不完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算命素數最低層的就是 吉凶禍斧這樣 但是我剛剛講過 吉凶禍斧上面有太極 你把握了那個 又活在吉凶禍斧裡面 你就看透了吉凶禍斧是怎麼回事 而不是在裡面 兩個選來跳去這樣 不是羨慕人家 你有錢我祝福你 希望你幸福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不要嫉妒 命中沒有 不要嫉妒 這個就是素素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不是叫人家每天在那裡 其凶禍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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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往下 但是他只是說 上面要加一個禮 不是叫你取太極 而不要兩禮 這是錯的 沒有人叫你不要顧現實生活 要 這個就是什麼 福德東倒又西歪 告訴你說 氣很重要 你就一直在講氣 告訴你禮人 你就忘了氣 我今天沒有這個含禮 我叫你禮氣兼顧 禮就是馬 氣就是一匹馬 人在那邊拿一個馬只是自己走 馬上面有一個人 跟氣結合在一起 才會把握 不要不顧現實生活 但是也不要沉淪在現實生活 而沒有理想 不是 那也不是高空談理想 而沒有現實生活 這也是錯 宇宙本來一體 兩面合為一面 一個銅板 這樣只看到一面 再這樣也是一面 真正全面是一個銅板 人生常常陷入這樣 素素不是這樣 天人要放在一起 禮氣放在一起 我們知道人生 好 我們要講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我在想 文天祥與素素 我現在講這個人 剛剛講了一點點 文天祥人人都知道 這是南宋很偉大的 殺生成人的一個人 文天祥這個人 你看 我現在講一生都什麼傳說 跟素素有關 文天祥出生的時候 夢見這個 他的祖父夢見藤雲而上 因此起名叫雲孫 王 王是王陽明也有這個故事 他起名叫王云 等會再講 十九歲的時候 被招到這個皇帝 天地 上帝那邊 去 人家就罵他 上帝罵他說 你很不孝順 他說我實在很孝順啊 皇帝說 人家都說你不孝 你怎麼說你孝順 兩個這樣罵 這個不是皇帝了 上帝了 上帝給他金錢四 請問 為什麼給金錢四 為什麼 金錢四 什麼意思 是四塊錢 四個錢銅盤 錢去 說你走吧 就這樣幹這個事情 罵他不孝 給他錢 公出門 天地的門 震雷要打他 雷雷吉 不孝順嘛 雷打你 奇怪 他說 貪 幸免不孝之罪 我剛剛已經辯護說我孝順 怎麼又有雷吉要打我 差點被雷打死 這個故事他寫的 驚覺啦 睡覺醒過來 汗如雨下 後來一舉登地 他一舉登地 他考上了進士 狀元 媽媽爸爸死掉了 父親死掉了 他就考試的地方他就死了 造星 但他不知道金錢四 是什麼意思 請問 祝君 你知道 如果你是到天地那邊 罵你不孝 拿金錢四塊錢給你 你出去 出來被雷吉打 父親死掉怎麼樣 我的文章裡面 其實我這四個人我都有一篇論文 這裡面我是解釋說 這個 金錢四如果要講四的話是正卦對不對 正卦也是雷對不對 也是叫他要長子要怎樣 要管家事 要為國家嘛 設計啦 我不知道 你要為國家效忠 不知道怎樣 但這個是人家就講過 你說你喔 這個兒子不孝 他說 此郎必為 這個是去考試的時候 他到臨安去考試的時候 路上 經過呢 有一個醫生他說 這文天祥啊 此郎必為一代之偉人 文天祥將來會很偉大 但是呢 非一家之父也 就是會死爸爸 奇怪了 有時候這兒子兒女的成就 跟夫妻父母親是相剋的 這個是奇怪 你看 他又有這個傳說 二十歲的時候 二十歲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旅店的福翁啊 晚上夢見 有龍 對爪於門外的巨石啊 哎呀 這個人他在家鄉 江西 文天祥江西人 在這邊 後來 他說 他日你必富貴 外院你要幫幫我家的 喔 對他特別好 因為有人做夢這樣 你以後要問問 有沒有人做到你的好夢 你會偉人 你看 文天祥是龍 文天祥是傳說裡面是一條龍 所以這個邊 有這個 跟後面的印證 文天祥參加庭寺那天 文師全龍 他本來生病的 天快亮的時候進去 跟人家搞 突然進去以後 跟人家急來急去到考場 文師全龍 運筆如飛 若有神物 當敵其中 以土其其 文章很順 這個要有神助 你們在座主 有一些論文寫不出來 沒有神助 也沒有龍 要注意 要注意 這個 所以不要忌妒 你也不要自卑 沒關係 寫不出來就寫不出來 你看 極州 他有龍 沒有力 這不公平 你看 他還有個幹線 他這個是極州 現在江西有這個 幹江兵裡有個黃土壇 這個潭裡面 那個水常常高高低低的 他常常在這裡面游泳 他如果出去作戰 他死了以後這個水 都這樣 龍在裡面不在裡面 有差 他有一個 他常常在裡面游泳 喝喝酒 跟朋友 還用這樣來下棋 才是用用比的 用響的 那個水很深很冷 別人都動得不得了 他沒有關係 他不怕 因為他是龍 他就是這裡面出生的龍 他這裡面誕生出去 死了又回到這裡 這有一個傳說 黃土壇這個故事 很多人有這種事情 你看 他那個去 他剛做官的時候 有一次 他這個很小官 坐在這個 辦公室最後面大家開會 那時候有一些看相的人混進去 混去說 你看看 我來看相 他們那時候常常流行這樣 看這些大官貴人 譬如說 看看現在幾個部會的首長 哪一個有一個命好 你看 欸 坐在後面有一個那個 文天祥 他不是來文天祥 這個人喔 將來官很大 但是呢 會死 什麼死啊 會 會 急刑啊 人家問什麼 為什麼 他說左偏坐二人一月 當捕外 落後坐的一個少年最不好 官雖很好 然當受急刑 殺頭了 為什麼 往下 頂有捲法 他說 為什麼 你有頂有捲 朱軍會看相 捲法 捲法 就是捲法 我也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 跟現在的捲法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花錢去捲 他天生捲法 這種相會受急刑 他這個時候 剛剛考進士做個小官 人家就說他會這樣 看相很厲害 宋代的人喔 宋代的讀書人 非常普遍 因為什麼 科舉考試很普遍 大家都要算我會不會考上台大 他都去算命 所以有算命師很多 還有一兩個 一個就是說 你喔 專門算他會考上 喔 這邊喔 專門算他考不上 喔 考上的人說很準 那考不上的時候 喔 那叫很準 因為考上跟考不上都他們兩個包了 宋代的人 你以後你們要算命喔 一個專門算考上的 一個專門算考不上的 大家都有錢 不要吵架 這個是宋代的故事 你看 他36歲 本來喔 想要說我43歲就要 就要退休啦 要退贏耶 有看相的跟他講 欸 你最好43歲喔 學那個錢落水 你趕快退休 極有勇退 不然不好 要好好享福啦 不要做到滿啦 做不滿沒有關係 他也不要做做滿 啊不做什麼 43歲 他本來就 在文山 江區有文山喔 好好要建設一下 結果啦 43歲 開始打仗 被援軍抓去 結果退休在哪裡退 在牢獄裡面 他一直住到死啦 被砍頭 算命的很準 叫他退休 因為你那一年 很不好的 可是沒有點名他 所以你會被抓 不知道 你看他 他在獄中喔 被關的時候 遇到一個藝人領養子 習大光明華 死生脫然若移啦 文天祥啊 你不要他寫正氣歌 他不是只是看命算命 他不是他容物神而已啊 他喔 有修那個法 叫大光明法 他說修理後 一切都 一切整個都豁然大度 他覺得喔 天地之間 做官啊 做明啊 明啊 立啊 全部都都豁然 突然 飄 飄起來了 浮起來 叫 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 因為我們活在五行裡面的人 每天都被金木石油圖 纏住了 啊 柴米油鹽 我們必須 每天柴米油鹽 而忘了柴米油鹽 不為所富 要義物而不義於物 很重要 才是這樣 你看 他還看風水 他跟他弟弟講 死前一年他說 有一個徒弟你幫我買 可以葬 古人都這樣葬風水的 請問 在座租軍 你有父母死掉 你都自己去挖土地 你自己找一個木 給他 埋到裡面 你自己拿神主牌 把它放 都叫人家 不然你不會弄啊 古代也是一樣 他懂 還是有專門的人在做嘛 人家幫你看 因為有吉凶或福 所以你看 文聯想最有趣的 你看 這個我都不講 你看 醫生你看 你看他的文集喔 為什麼我這本書很重要 拍寫啦 都是在推銷我這本書 因為這裡面都有這個 我把裡面你看 他一輩子喔 你看 他把它放在文集的 眷一眷二 我們現在的人 如果有跟算命的人來往 一定放到最後當附路 不好意思啦 哪裡放在眷一跟眷二 他把他放在哪 他跟幾個人 他四十幾個人 我統計過 四十二個算命的人 包括風水的 測制的 看相的 很多 四十二都有名稱的喔 地方字都根據這個寫傳的 這些人啊 都跟他論命 然後看他的風水 看他什麼 算他 請問你啊 跟四十幾個高手來往 你這輩子跟幾個算命的人來往 沒有四十幾個 第二個這些都高手 他的老師也是高手 然後一起研究 跟他老師研究說 欸 這些算命的說我齁 會這樣 會 會 會即行 說我會像關公一樣的 我 我的 火很旺 剛心很多 將來會 死於兵啊 我不信啊 我想做諸葛亮 我不是要做關公 我 這樣的心 我只要經過修養 我也不一定要死於戰場啊 他一直跟命運在作對 在討論這件事情 細節我不能說 但是這樣說 請問你們啊 他人家會叫他四十三歲 退休 請問他知不知道他四十七歲 會死 沒有這樣說 但是我想知道 宋朝人已經可以推測你什麼 說死 有這樣的紀錄了 因此 文天祥知道四十幾歲 請問我問你啊 如果你們都知道 人生自古誰不死 要留起什麼 文天祥就有這個問題了 他就有來了 其實我們誰不知道人生會死 人生是有限的 可是你怎麼創造你的人生 我們就是等著死 時間到了就走了 不走也就勉強走對不對 不是這樣死啊 這個不是最好的死嗎 你看 他研究素素 你看他有些命理學說 我這樣不能多說 文天祥的個性 這樣 這裡面就是你看 你看 有個彭淑英 前面 文天祥你的剛心很多 祖兵跟沙法 你可以為名將帥 如相語官語之類 他說我不要這樣做 我不要 這是他的八字 我們今天 沒有時間 討論這幾個人的八字 你們回去以後 自己查 來研究他們 所以文天祥 我一個結論第二點 文天祥借素素而知 生命的有限 進而藉孔孟無學 而創造生命的無限 這是素素對文天祥 一生最大的影響 這個也是給各位的參考 我們都知道生命是有限的 從八字 從算命 我們當然有限 給你活120歲 你也是有限嗎 可是呢 我們今天 對一個江西人 宋朝的人 來在台北 在國家圖書館 來懷念 文天祥 他寫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是雜然復留 下則為什麼 上則很多人會背 這樣的一個說 浩然正氣 其實前面講理 我先補充一句 正氣到最後就是理 氣有正氣 孟子是說浩然之氣 他是受這個影響 所以說天地有正氣 雜然復留心 我們要發揮這個正氣 他寫了十二個人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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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你看到歷史 那我問天祥 那我問天祥 我是第十三個人 他說 當我這個正氣 沖在宇宙的時候 生死和主論 他這個是另外一種 我剛剛講生死 那生死怎麼見 當他靜氣充滿的時候 我以前常看說 這個人喔 被砍頭 砍了以後還會走路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得這麼厲害的人 會不會害怕 我也看到電視裡面說 那個黑道的平常 殺很多人 但是那天早上要 要給他拿去刑場 走都走不動 這個不是文天祥 文天祥會走路 殺了還走路 這個我自己說的 但是呢 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人生都有個課題 怎麼在無限有限裡面 創造更多的無限 這個很重要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權利 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你看啊 前天以前不是去年有個報導 有個什麼95歲的阿婆對不對 賣飯的是吧 十塊錢 他也是創造嘛對不對 大家懷念他嘛 不要把人生看得多 不得了的偉大 其實 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自己 這是素素告訴我們的 螞蟻都可以啊 我們每一個人都這樣 所以我們人路沒有大於小 只在於你日文創造 文天祥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文天祥的故事 我們再講一個人就 就我用最快的速度講完 這個是網守人啊 網守人你們都知道啦 我用五分鐘就可以把它講完 因為時間其實是超過的 因為我聽說國立圖書館 非常掌握時間 可是這個是素素有時候不能預測的 我一點點延長這也是正常啊 書西這樣說的嘛 書西說雖然兩個八字不同 不過你認真保養 他可以多活幾年 他說大致也是如此 我也不會超過太久 你看網守人這個人喔 很傳奇的 這個人數數傳奇也是很多 我只能講一點喔 網守人是什麼 怎麼一下就到街雨 我背不起來喔 我老軍裡面幾十百人喔 我要有這個人啊 你看他也是出生的時候 取名叫雲 結果五歲不能說話 你在天上這個雲 你取到雲喔 這個不行耶 不能講話為什麼 洩漏天機啊 有一個神聲說 你不要這樣叫名字 要改名字 他就改叫守人 會講話 取名不能取錯 這告訴我們姓名學喔 15歲以後這個喔 郵居永關的時候 他夢見喔 去到吳州 有個那個 馬園的琥珀寺 這15歲做一個夢 15歲做夢 他57歲的時候進去 50歲 57歲要死以前 56還是57 打仗的時候 你看 五十幾歲的夢 他去15歲他夢 有沒有緣分 跟馬園有緣分 馬園什麼 就是要馬格果斯 打仗 王守仁你說他是 自良知的 自省而易的人 他是 在明史裡面 他是軍人 他打仗武功很好 整個傳記都寫到武功了 不是講他的梁子 你看 他那個 到九華 你看 他 他 他 我遇到很多了 你看 這個 二十一歲浙江的時候夢 不是 他去考試的時候 晚上夢見兩個巨人 兩個巨人 偉大的 就是 孫遂跟胡四年 這兩個人一起去 種 他們夢的時候跟他說 多這兩個人給你一起好做事 結果三個人做什麼 憑亂 他一生憑過陳豪你知道嗎 陳豪之亂 你看 原來 你知道嗎 一伙人一起 出生的時候 我們人出生都是 一群一群來的你知道 彼此有一點關聯 像今天這一群就一起要來聽演講 他就是排好了 很奇怪 他很奇怪 我這個不能說太多 但是 很不然為什麼 你下來 今天那個人也下來 兩個一起結婚 他就是要來做你太太的嗎 這兩個就是要來跟他一起打仗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這樣 我是想像太多了 二十六歲你看 人家給他見 二十八歲 就去做墳 這就是做夢都有關聯 都 這個在農場裔 他 他也這個什麼 行道 他其實靜坐 他不知道是廟哪一場 哪一個 他是 他學這個 他可以前肢 人要來他知道 你們靜坐也會知道 你們靜坐以後也會這樣 這個是很簡單的能力 大家都會 做的話就會 他被人家那個 去貴州 龍場裔 晚上做夢 夢見孟子來跟他講孟子 我到現在晚上都沒有夢過孔子 還有孟子 所以我說不行啊 要夢到偉人 但是你 他就看你討厭他不來 要偉大 你要夠資格 他才來討夢 這就是我們修行不行 我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他因為 在這種痛苦裡面 我們剛剛講說 要凶才會急啊 他是被太監破壞 弄到貴州龍場裔 那就是扁官 扁到那裡去 你看四十九歲 夢見郭普 郭普是一個叔叔 你們知道這個人嗎 郭普 郭普跟他說 你的祖先對我 這是壞的 你的祖先有那個王敦 王倒 兩個人怎樣怎樣怎樣 他把他寫下來 我說我是被他們害死的 你幫我伸冤 這幾千年的人叫王守仁跟他伸冤 他有能力跟他伸冤 因為他那是他祖先 他這個 你看剛剛講那個夢 就在這裡出現 我要講 這個忘掉講這個你看 六四族王鋼廟 我告訴你 文天祥 還沒有誕生的時候 他的祖先在 文天祥不是明朝末年的嗎 明朝的人 他的祖先在元朝的時候 元朝末年 叫王鋼 王鋼有一天 戴德媽媽在那個山裡面 吳亦山 吳亦山也不是吳亦山 在浙江那邊 避難 碰到一個叫趙友親的 很有名的道士 很會算命 教他這個王鋼說算命 就普掛 同時告訴他 他說你們王家 以後會出一個很偉大的人 他就告訴他這樣 但是你阿公 你將來王鋼 你會死在沙場 糟糕了 不久以後 王鋼真的 王鋼本來也認識劉基 王鋼會看相 跟劉基就是劉伯溫 看相 劉伯溫你將來 做官你不要推薦我 完蛋了 恰好推薦他了 推薦他就去打仗 打仗就死在外面 他的家族緊張 他說當時趙友親說 我王鋼會死在外面 現在果然死了 就表示他的鐵口直斷了 但是有一個好處 將來我們會有一個偉大的人 結果齁 每一個人出聲都說 是不是是不是 大家都以為是那個偉大的人 結果後來是一個不說話的 王鋼人 在講的是王鋼人很偉大 王鋼人還在推薦說 是不是我的叔叔很偉大 都不是 你看他的 他有個家事表在寫這個 我今天所有講的話 百分之九十五點五 九十九都是真的 只有一兩句是隨便穿插的 那個你也不用管他 但是呢 他 一生 充滿著素數的人 底下好像還有 但是 就算了吧 這個齁 底下 我講到這為止 我要說的齁 這個 王鋼人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其實他是講這個智良知 他講這個心 其實我要告訴他 我們的素數其實通我們這個心 其實真正宇宙的主宰是人 每一個人的主宰是你的心 但是你的心能不能做宇宙的主宰 能不能跟宇宙合一 這個是看你的修煉 看你自己 我們在算命 這個八 這個命 讓我們了解 我們有限 是在哪裡 我們可以創造的 無限在哪裡 我們人能做什麼 我們天能做什麼 我們的命理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意理是怎麼樣 所以我想 這幾個故事 這幾個人 我 雖然最主要要證明說 素數 絕對不是漁夫漁夫 單獨 相信的東西 而是說 中國人自古以來 有這麼樣一套學問 來幫助我們了解自己 幫助我們了解別人 你說 看相的話也一樣 我們知己知彼 我們不是要來看說 你多久會自殺死掉 或者你會怎樣 你講人家這些幹什麼 你自殺也不要這樣 我們都鼓勵人家做事 但是我們也鼓勵自己 所以 因為我們總不要糊裡糊塗的過日子 所以這個叫做知命之數 所以順命是這個意思 當然平常有不太有華語界 或者是花個五百三百 沒關係就算 但是你要真正知道 整個素數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